在这个200加两个男人轰炸的2021内娱春季 有一个女人杀出重围 她就是凭借斯腾杀回大家事业的景田大甜甜 斯腾这部剧呢在几天之前完结了 没有烂尾没有烂尾 是一部连书粉都称赞 原著作者亲自下场科CP的IP好剧 虽然这部剧前期存在节奏过慢 还有特效一直欠费这样的问题 但剧情逻辑自洽 选角优异 人设新颖等诸多的优点 让她成为了国产剧中的上乘之作 这部剧呢也成功的让资本彭伯红的大甜甜 和扬灭彭伯红的张彬彬 关注度直线飙升 斯腾是一个你在国产剧中很难看得到的女主角 她美丽又强大 优雅而狠辣 是我心中女性力量超美好的样子 比起看傻白甜恋爱脑依赖男人那种戏码 都2021了 女平剧需要更多像斯腾这样的作品 她即使经历了悲惨的童年 仍然自重自爱 最后更是手刃从小PUA她的养父 她排斥自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生生分体出另一个自己 从未见过这么彻底的恋爱脑割习大法 她拥有超强的育人之术 一复活就抓了个有钱又忠心的马仔 更是将曾经的死对头尽数收为己用 她致表有招不留情面 她表面上天天书法晒太阳 顺手治理下熊孩子 实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她深知自度才是真度 把握自己的人生 不仰赖他人而活 即使是真心带她的男主角秦放 提出可以移血供她一生 也被她拒绝 如果只能靠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 我宁愿死 斯腾是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爱情并不是她人生的主旋律 斯腾在成就自我的路上 偶然遇见了可贵的爱情 但在她完成找回自我 以及复仇的人生目标之前 爱情的优先级一直在搞事业之后 所以她宁愿把命豁出去 也要料理掉她那个便宜养父 在这个充斥着大量 无脑职场剧批皮爱情剧 以及伟大女主 争抢男人的国产剧市场 斯腾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专心搞事业 而且强大到足以保护男人的女人 原来是那么的带感 一句话总结一下斯腾的人生哲学 那就是成就自我 高于取悦他人 本剧的女主角景田 被称作从书里抠出来的斯腾 又美又强又傲娇 又古典又霸气又可爱 上一次大田田掀起热议 还是她与张继科官宣的时候 而要论热门作品的话 则是2017年 她和任嘉伦的大唐荣耀播出的时候 在那之前 大田田最知名的代表作就是 蓬布洪 她的辉煌过往 大家应该都还历历在目 影帝当绿叶 好莱坞来抬卡 2014年景田在第18届好莱坞电影奖 颁奖典礼现场 斩获好莱坞国际奖 根据我在维基百科找到的信息 这个奖是当年新设的奖项 旨在表彰 在其母语国家获得 杰出票房成绩的影人 然而第二年这个奖就神秘消失了 景田成为了历史上这个奖项的唯一获得者 别问 问就是神秘力量 关于大田田的早期神秘传闻 还有一个 话说大田田虽然当时资源多 但一直不红 所以借不到品牌高定 但这根本就难不倒她 因为她身上穿的高定都是自己买的 其中传的最凶的 就是这件号称价值500万的Ali Sab 为此她自己还专门澄清过 表示是造型世界的 但通过这个传闻 我们可以一窥仅天的早期形象 就是万千资源 强捧而捧不红的人间富贵花 随便上个街都要拎个爱马仕 根本别说出席活动时 穿的那些超奢华服装珠宝了 但从2017年开始呢 大田田实现了全方位的消费降级 私服包包接地气很多 人间富贵花一去不复返 转而成为了直播卸妆 敢于调侃自己是悲伤蛙 我说我想去埋个蟹 埋完之后完蛋了 成了被烧蛙了 路边摊大口吃串串的大田田 电影大片越接越少 接地气的电视剧越演越多 但你说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神奇 失去了顶级资源的景田 反而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难道红真的是一门玄学吗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能不能遇到好剧本 能不能遇到好剧组 剧的题材能不能吸粉 这些都是玄学 但演技在不在线 营业够不够认真 这可不是玄学 景田与张彬彬的演技 接住了斯腾这个好剧本 他俩的努力售后 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入坑 比起很多没有作品 还天天在微博热搜上 蹦跋的明星 景田张彬彬与其说是玄学吸粉 我更愿意称之为实力圈粉 都说小红靠捧 大红靠命 但红真的不只是玄学 更是奋斗学 没有实力支撑的红 只会红得莫名其妙 红得虚无缥缈 红得稍顺即逝 在这里祝福甜甜冰冰 再多接几个好剧 红个第九天长吧